下面再引用法华经上的话 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余事 华严经跟法华经上所说的内容 真的是一模一样 法华经上所说的大事因缘 是指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早日离苦得乐 说实在的离苦得乐 我们只要能够离开苦自然就得到乐 那个得到乐的人他当然就离开了苦 我们今天众生为什么活得这么样的辛苦 因为迷惑颠倒 佛菩萨为什么那么快乐 天天都快乐 时时都快乐 原因何在呢 他绝了一切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要做到破密开悟 怎么落实这点呢 释连录像 释连录的视线就是个很好的样子 他本来是王太子 兄弟两个 他是长子 以后呢 舍弃了王位 十九岁 离开王宫 出家修行 三十岁 在菩提树下 夜渡明星 打车道 成佛之后 马上就展开教训 在鹿野院 渡吴比丘 从那一天开始 这个时间呢 三宝真正就出现 佛宝 这讲佛陀 法宝是佛对这 吴比丘所说的四地法 苦经灭道 生宝呢 佛加上五个弟子 六个人 那么这五个弟子当中 居然还有一个弟子 尊者交成儒 听佛讲四地法 当下就正得阿罗汉国 知道这个真相啊 我们应该要勇猛精进修训 人家才听一堂课 就正阿罗汉国 我们听了多少堂课 不要说听了多少堂课 听了多少年课呢 到现在还不是阿罗汉 佛知道众生呢 根性不同啊 有上根 中根 下根 中下根性的人呢 那就要长期教学 所以他讲经 连续讲了四十九年 佛不但讲 他的弟子们也在讲 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呢 都有看到 那我们现在见不到佛菩萨 见不到阿罗汉 怎么样能够得到佛法里面的真实之力呢 唯有读佛经 看祖师大德的注解 读经看注解 想要得到真实利益 存心很重要 存什么心 印光大师讲得很清楚 一分成净得一分利益 两分成净得两分利益 十分成净就得十分利益 所以我们对于佛法 有万分的成净 您当下就能够得到 究竟圆满的利益 可惜呢 自古以来 学佛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具足圆满条件的人 还是少数 所以我们这个心态啊 要向那些有大成就的人学习 获能大师对他的师父 无助忍和尚 就具足万分成净 听金刚经 还不到四分之一 听到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就大扯到 明心见心 后面还需不需要再听呢 不必 通打 全都了解 金刚经通打 同时呢 一切经典 全都贯通 佛法懂了 世间法也都知道 这就是学佛的真实之力 所以呢 法华经上告诉我们 诸佛是尊 唯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 说实在的 法华经那么长 那么大的分量 最重要的一句经文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 我们讲核心呢 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的这一段事情 下面是念老所讲的 世尊所为之大师因缘 即宣说 弥陀愿利 普度众生也 这么一解释 那我们就更加的清楚 明了 所以啊 这个法华经上所讲的大师因缘 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 唯说弥陀 本愿害 他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的第一因素 那佛有大智慧 他能够随顺众生 所谓的横顺众生 因为很多众生啊 根基没有成熟 佛就顺着他们 就给他们讲别的法门 可是讲到后面呢 还是把大家引导到净土法门 我们看哦 华严经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说的那么长 说的那么久 到最后是引导大家 回归西方极乐世界 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世界 作为这个归宿 其实一切诸佛 无论他在哪个地方 视线成佛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宣扬净土法门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净土法门 它真的是三根谱匹 利盾全收 保证我们大家这一生 决定一生不退成佛 这一点 我们看其他法门呢 八万世线法门做不到 唯独净土法门呢 保证我们大家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三道大师说的话 一点都不错 唯说弥陀 本愿海 这是讲的真话 而这个净土法门呢 师尊也讲了一个真话 它是男性之法 谁男性呢 甚至很多菩萨都不相信 阿罗汉批之佛也不相信 所以人不相信了 很正常 有人就讲了 那我现在是人呢 那我现在相信 这正常不正常 您想要听真话吗 您是人 您现在相信净土法门 这个很不正常 那个听了之后 不相信 这个正常 什么叫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人 他将来能够出六道 出十八戒 到西方净土 成佛了 那个正常人呢 他听了净土法门 还是不肯接受 还是很多问题 他不肯修 不肯念佛去极乐世界 那就来生后世 依旧堕在六道里面 轮转